Inpress 物件操作3 我们先隐藏左侧栏 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物件其他的操作 我们点选文字物件 按下滑鼠的右键 我们看一下编排 对齐转换 那美工字型呢 我们按下右键 它有多一个翻转 图片也是一样 多一个翻转 我们来先从对齐看看 什么是对齐呢 当我这个物件 我要看这个投影片 对齐我可以选择 制左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物件 我可以选择 对齐是靠右 这个我们来用中间好了 对齐中间 再看一下 对齐上中下一样 如果我要选择在上下的中间 这个手是在上下的中间 如果再做一次 左一的中间的话呢 那这个图片就在我们的投影片的正中间了 好 这是所谓的对齐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编排 当我们一张投影片有好多物件的时候 它就有所谓的前后顺序 好 我们现在看看 图片物件和美工字型物件 哪个在前面 哪个在后面 好 可以看出来目前他们的顺序是电脑在前面 那我怎么要把电脑放在这个自行物件的后面呢 好 选取 按右键 好 编排 你可以选择下一层 好 那通常如果你选择下一层有效果 那就表示你操作OK了 或者你可以用一种比较精确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编排用物件之前 物件之后这种方法去操作 我们选择在物件之后 好 点选 我们要把这个电脑放在哪个物件后面呢 好 我们点选这个美工字型物件 好 你会发现这样子操作是更精确 好 那这样把电脑拉到这个文字物件 好 我们怎么操作呢 编排 移到物件之后 哪个物件呢 文字框物件 好 这是有关于物件的编排 再来翻转 我们可以做水平翻转 好 那 美工字形呢 也可以做水平翻转 好 那文字物件呢 这个部分是没有这个功能出现 表示它不能做 好 我们先复原全部的变化 好 我们刚认识的编排 好 建议用物件之前 物件之后的操作比较精确 好 还有翻转 那转换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物件变成右边这个跳出的小视窗其中一种 例如我们最常用的是变成3D 我们看一下效果 那因为我们刚刚选择的框线是黑色的 所以它的整个外围都是黑色的 好 我们先复原效果 好 这是有关于 物件可以做转换的操作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 形状 举行 好 我们按滑鼠的右键 我们来做转换成3D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好 先复原 好 删除 好 这个就是物件 我们刚认识的编排对齐翻转和转换 好 在这边更多的变化 我们会在绘图工具列的时候再说明 好 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这边